佛门 佛教传中国来已经两千年了 这么长的时间 留弊是在所不免的 人家批评都是批评弊病的地方 那么还有很多 这都是事实 对佛教没有深入 没有认真理解 只是看到这些佛教徒们 他们的行持 在这上批评的是最多 如果真正理解 他就不一样了 比如唐朝时候的韩语 在早年对佛教批评非常严厉 到现在古文里面都有 都还有他的文章 可是到晚年 他皈依大殿和尚 居然也是学了佛了 他明白了 他搞清楚了 历代这人很多 你像欧耶大师 这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 没有学佛之前 也是批评复发 严厉地批评了 到以后明白了 把他以前那些东西都烧掉了 来忏悔 还出了家了 不但出家了 还当了祖师 那近代的印光大师 你们看看他的传记 他在没有学佛之心 也是批评 念孔子书 对吧 以儒家心态排斥佛教 也是有严厉地批评 到以后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他也出家了 也成为近代的一位大德了 这种情形很多 那么陈宏谋编辑的《五种仪归》里面并不是他写的 他是收集的 收集很多人的这些 关于伦理道德的这一类的典籍 特别是除世为人作私 应该要遵守的规矩 这是真确的 那么我们常讲佛教 如果是宗教 我就不会入这个门来 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排斥佛教的 不了解 因为你看到佛教的形象 确实是迷信